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许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NodeJazz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 Promise帮我逃出地狱 非常可怕是吧 什么是地狱 地狱在哪里 这就是今天咱们要解决的问题 好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有两个 第一个 回调地狱 这地方我得把它写的详细点 应该叫做NodeJazz的回调地狱 什么意思 一会儿我会给你演示一下 怎么个回调地狱 真的是地狱吗 一会儿咱们会看到 好咱们看下一个 如果是地狱的话 那么咱们用Promise这个方式 可以承诺把它解决掉 该怎么解决 一会儿也会看到 好咱们先看今天的第一个知识点 回调地狱 我这有个定义 咱们一起来读一下 其实我特别不喜欢读定义 但是没办法 读一下 NodeJazz是非阻塞编程 那么它在编码过程中 肯定会遇到很多的回调函数 Coldback 对不对 更新数据库 网络存取 都会用到Coldback 对不对 那么如果多个处理的回调函数 嵌套在一起的话 就会形成回调地狱 非常痛苦 因为我这是过来人 我知道 虽然说 这个回调地狱 对于程序的结果 没有任何的影响 但是对于这个程序代码 可读性来说 简直就是个地狱 它指的 其实是这个可读性地狱 非常非常不美观 好 那咱们看一下 什么叫做回调地狱 我这正好有个例子 大家请看 往下看 这个地方 比如说 我要做一个函数 干什么 咱们做一个 非阻塞的 更新数据库的函数 可以吧 没问题吗 怎么做 看啊 我有一个叫做 DB update 这么函数 这函数里面呢 有两个参数 一个是什么 SQL语言 对吗 咱们一般这个 更新数据库都需要SQL 对不对 update 对吧 那么咱们还有另外一个参数 什么意思 回调函数 也就是说 当咱们执行数据库 执行成功之后 执行完成之后呢 它会回调这个但 这个函数 告诉谁调它 它就会告诉 调它的那个人说 或者说调它那地方 调它那代码说 我已经执行完数据库的更新了 这么一个叫回调函数 对不对 然后这里面呢 咱们模拟一下什么 我呢 用这个side timeout 模拟一下呢 稍微有一点耗时的操作 像我这是耗时800毫秒 然后呢 返回调用这个 回调函数 这个是我这个函数的意思啊 它模拟了一个什么 模拟了一个数据库的更新 什么叫数据库的更新 就是说 我呢 传一个SQL给你 然后呢 你去更新 我呢 稍微等着我800毫秒 然后呢 你把更新结果呢 给我反回来 就模拟这么一个操作 好 那咱们看一下 实际过程中 咱们如何调这个函数 大家请看 看第一个吧 看啊 我这先调一个DB update 然后呢 我传一个SQL 这什么东西都不所谓啊 因为咱这是模拟嘛 然后呢 调这个函数 这里面帮帮帮处理 处理成功之后 它会回调 给我返回一个结果 哪个结果 大家请看 这个蛋的这个地方 会传一个结果值 返回给 负的 这个人叫做负代码 这叫子代码 咱叫负代码吧 它会返回给负代码 那么咱们收到这个result 然后呢 把它打印出来 这回答函数吧 打印什么 这行内容就是说 咱们传来这个1.SQL 然后呢 update OK 在这地方呢 会打印出来 打印完之后 还没完啊 因为咱们这套处理呢 要做多个update 所以咱们又要再调一遍 对不对 2.SQL 对不对 那咱们又调一遍 那它又进来 帮忙又过800毫秒 然后呢 它又再回调一回 再给它返回一个 这个数据库的更新结果 是成功是失败 再返回一个结果嘛 然后咱们在这个控制栏 再输出这个结果 这个是2.SQL2的 更新结果 咱肯定这个也是updateOK嘛 没问题 咱们还有其他的这个更新表 因为咱可能 比如咱要更新五个表 更新十个表 那咱们再更新第三个表 咱们又调一个3.SQL3 同样处理 我再等回到函数 反回来 我等着吧 当然非阻塞嘛 程序的线程 接着往下跑 咱不管了 那咱们等着 过了800毫秒 它就回来了 SQL3的更新也OK 我这呢 收到这个result的结果 然后呢 把它打印出来 大家请看 我更新了三个update 咱们在这呢 要调用三次 对不对 你看这个 是不是这个回调地域 我传update1 然后等一下回调函数 再传update2 等回调函数 再传update3 再等一下 如果说咱们这个 业务非常复杂 咱们要根据十个表 二十个表 七八十个表 那怎么办 这就是地域了 这个屏幕都显示不开了 就这个 方方方 这个鞋就下去了 这就叫做 node.js的回调地域函数 换句话说 它是这个 不能说node.js 是说 这回调机制决定的 它只能这么写 这个是以前 做node.js 编码之所遇到的问题 玩命的回调 调了咱们这个眼花聊乱 所以说 这个node.js开发者 他们意识到这个问题 那么该如果解决 就是下面 我今天要给您讲的重点 promise来解决 地域的回调函数 怎么解决 咱们看一下 首先说 咱们还是有这么一个 地域更新的函数 但是大家请看 我是加益神 async 什么意思 非同步 换句话说 我这虽然等着你 但这个数据 同步函数 对不对 那咱们调一个异步函数 不同步了 怎么调 看啊 咱们做这么一个 更新数据库的异步函数 然后接收到SQL 当然注意看 这个地方 我没有传回调函数 对不对 刚才传了个DUM 对不对 现在不传了 那干什么 该怎么做 把它看啊 我呢 做一个异步函数 然后接收到一个SQL的值 然后咱们大家一块 这是今天的重点 我声明一个promise的对象 这个对象 有两个方法 注意 这不是函数 这不是变量 是方法 一个叫做rezone 一个叫做reject 什么意思 一会我给您说 咱们声明一个promise 承诺对象 然后把这个对象 附成一个P 常量 然后把这个P干什么 注意看 return 里面怎么做 咱们不管 你先看这个 这个函数的大体的结构 就是说 我声明了一个promise的对象 承诺的对象 然后呢 把它变成一个P 同时把这个P返回 这就是咱们这个 异步函数的做法 那么里面具体该怎么处理 咱们看啊 这地方跟刚才一样 模拟了一个数据库的 稍微有点超时 用时的操作 用时800秒 然后呢 返回一个OK 这是打印出到控制台出OK 然后大家注意看 这个地方 resolve 什么意思 我刚跟您说了 这两个函数 不是变量 是函数 它来标识的 咱们这个数据库的真正的处理 成功与否 如果成功 调用resolve 如果失败 调用reject 那咱们在 负的这个代码中 会判断 你是成功了 还是失败 那今天咱们 因为是 仅仅是举例子嘛 所以我是标识成功 换句话说 这个就是咱们上次的 但这个回调函数 但是呢 它不直接在这声明写了 不在这个方法借口中写了 而是在这个地方 用promise的回调函数 进行回调 那回调出来的这个参数 SQL.OK 会被它的负方法 或者说 调用它的地方 所接收到 该怎么接收到 咱们一会儿再看 好 这个就是 简单的 用promise解决 回调地域的做法 那这函数参数 该怎么调呢 往下看 就这个地方 注意看啊 我这是一个函数名 这不函数名吗 对吧 因为它只有一个参数 所以呢 咱们传了一个参数进来 2.SQL 没问题吧 我传了参数进来之后 这里面 做很多处理 对吧 处理完之后 返回嘛 对吧 咱们还有再执行 另外一个SQL SQL1执行完了 要执行SQL2 再执行SQL3 对不对 怎么执行 那么咱们就在这个函数 后面 点上一个点 Zen 如果你执行完了 那么 Zen不是当英语吗 那么 对不对 那么怎么办 那么再给我执行 第二个SQL文 又执行完了 那么 再执行第三个SQL文 有朋友说 这个点Zen是什么意思 注意 这个点Zen哪来的 是因为这个函数的返回值 大家注意看 我返回了什么 返回了一个promise 形的长量 对不对 那这个长量里面 就有Zen方法 这一下说通了吧 我这个函数返回了一个 承诺的长量 这个长量里面 有很多的方法 咱们调用它的Zen方法 然后呢 继续执行 下一个SQL的更新文 那换句话说 如果说咱们要是有 更新十个表 二十个表 那就在这地方 Zen12回吧 Zen有多少表 有多少个这个更新文 咱们在这Zen多少回 这样的话呢 就避免了 刚才这个回调 回调低域的写法 看这个帮帮帮一会儿 会沿着这个 斜线会写下去吗 对不对 那这就不用了 Ze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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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完了 永远是空四个把它写 对不对 这个是不是解决了 回调函数的 或者叫做回调低域的写法的问题呢 是解决了 但是 但是这个呢 是老版本的 Promise 给咱们提供的方法 还有更简洁的方法 怎么更简洁 大家请看 就下面的写法 更简洁 怎么简洁 咱们看一下啊 首先说 咱们如果想调这个 异步函数 那么怎么做 咱们先声明一个 调用异步函数的函数 比如说 updateodb 我更新所有的数据库 这个函数呢 大家注意看 以前咱们写这个 Java教本方法的时候 是没有它的吗 对不对 今天咱们把它加上 说明什么 说明它是个异步函数 它要调用Promise里面的 各种各样的函数 怎么调 咱们看啊 我这样先定义了一个 调用Promise 异步函数的函数 然后在里面 写就简单了 首先我写个 Await 刚才咱们调用这个 异步方法的时候 什么都没写吗 大家看这个地方 什么都没写吧 No 咱们最新的 nodejs的知识写法 就变了 写什么 Await 然后呢 调用这个异步函数 然后呢 传上一个SQL文 没问题吧 也不用正了 什么都不用了 这个SQL文会执行完 执行完之后呢 把执行的结果 给谁 给这个result1 这我就第一个SQL文 执行完了 而且呢 是一行代码写出来 非常简单吧 跟咱以前做Java 做PSP 做Luby编码 完全一样了 对不对 OK 那我执行第二个SQL文呢 我还这么写吗 Await 然后呢 返回结果2 我在执行第三个SQL文 Await 返回结果3 然后同时 都执行完之后 我把三个结果 在控制台上输出 打印出来 这个多简单 这个太简单了 这样写呢 和咱们一般写 这个非回到函数的编码 简直就是一模一样 非常轻松 好 这个呢 就是简单的 Promise 如何解决 回掉地狱的方法 今天呢 我先是给您 大概讲解一下 咱们下期开始呢 去运行为代码 咱们看一下实际的结果 好 那今天我看 由于时间关系 这个视频只能给您 分享到这里吧 今天代码呢 我会放到看着光 今天的视频呢 会传到YouTube 优酷公司观看 推荐您使用YouTube 进行观看 因为这个是 YouTube比较高清 优酷上好像是 这个低情比较严重 这是优酷的编码问题 我推荐您使用YouTube 好 那这个视频就到这里吧 咱们下期实际运行代码 咱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